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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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神中课 唯有你圣过一切 今天是3月13日 题目是他的子义 全新节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8章35节 肥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说耶稣 内文讲道 那位来到欧洲国家机场 接我去报道地点的人 多年来是我们事工的支持者 而这次的特别活动 都是由他安排的 我好奇问他当初是如何得知 耶稣101的事工 他的回应简直令我目情口爱 他告诉我有一天 他正收听某一个广播节目 突然间那个节目中断了 而我们的广播就开始了 他本身想认识他 但后来又停顿听了几秒 节目里面讨论的圣经主题 引起了他的兴趣 而接下来就是他信主的经历 我相信这一个绝对不是巧合 而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经常听到来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人 如何认识我们事工的见证 我相信这一切肯定有上帝在幕后动工 有人说这些事纯属巧合 但我不认为 指图行转第八章讲述了一个 埃提亚伯太监的故事 他是在埃提亚伯女王的手下总管 银富的 在去耶路撒冷禁闭的回程里面 他正坐在车上读着先知以赛亚的书 突然 肥利跑到马车旁边 问他明明白经文的意思 他读着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这一章被称为原始福音 意思就是在四福音书闻世之前最早的福音书 有些学者相信四福音书的作者 是参考他的内容来完成他们的福音书 而这本原始福音书已经失传了 这卷原始福音书是有关受苦仆人的预言 说明了耶稣为我们牺牲的原因 他需要有人为他解释这些预言 而肥利就在那里 被圣灵充满 预备好为他解释这些经文所预表的耶稣 埃提亚伯的太监 本可以称肥利的出现是一个巧合 但是我们知道并非这样 因为这个故事的前四节里面 我们被告知是因为上帝的预知 所以才安排这一次的回眠 肥利依上帝指示走了这条预定的道路 并且来到这个指定的车上 上帝按照他的指意来指引我们的人生 他渴望我们获得最终的救赎 如果你真的愿意按照上帝的指意去行 你就能够确信上帝会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指引 外文分享到这里 欢迎天人继续收听 拜拜